你今天講 為什麼來 今天來主演社 哇 你的嗓子也沒了耶 好 那我來講 大家看到我們那個連射文 不是 喊到沒有聲音了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動 太努力了 我們拼到最後一分鐘 拼到最後一點聲音 我們射文那個聲音完全啞了 事實上每個人的聲音都是啞的 所以這次的選戰 確實非常的辛苦 剛才也提到 為什麼要請我們選長過來 第一個 他真的是我選長 他是我選長 我們大學的學長 第二個 他對我們的選情非常的關心 他也趁很多的機會 走各地 事實上也了解 大家對於目前選舉的一些態度 希望利用他 喜歡他的朋友 就是把他的選票 在我們地方上極大化 再來呢 對於這個 前天發生的烏龍事件 這個 詐騙事件 對 詐騙事件 空襲警報假消息 警訊詐騙 空襲警報假消息 我認為國安部只是出來背黑鍋的 相關的這個SOP 國安會跟總統府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你說像國安部很多偵測到很多 飛彈也好 衛星也好 或是中國大陸的飛行器 他一定會往上承報 一定會承報到國安會這個層級 所以他要發布相關訊息的時候 國安會一定會知道 所以呢 總統府跟國安會 不要推卸責任 不要把這責任推給國防部 讓國防部呢 背黑鍋 所以相關的懲處 我覺得除了至少在國防部之上 國安會一定要有人出來的負責說明 不要躲在國安部的後面 更何況大家都嚴重的懷疑 這後面是一個 有已經set好的一個政治的操作 再來有什麼 我想這個國家單位 違反行政中立介入選舉 這種建招 如果沒有高層的知識 不可能會實現 那如果有效 那這個事情 自然而然不會有人出來 現在就是沒有效 所以他們要招一個人出來 來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我認為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高層的受益 也不可能發布這種國家級的詐騙簡訊 因為這個簡訊 跟一般的詐騙簡訊 其實沒有差別 一個是騙錢 一個是騙票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高層的受益 我覺得一般的公務員 應該不敢做這種事情 是 所以我們希望 政府的高層 特別是國安會跟總統府 要扛起責任 面對大家的質疑 因為前天的就是一個 標準的詐騙簡訊 詐騙假消息 來騙票的 好 就OK吧這兩題還有一個 講一下今天來這邊服選的好不好 我很多親戚朋友 包括岳父岳母 很多大概至少五六十個人 都住在士林跟北投 全部支持張士剛 只有集中選票才有可能勝利 分裂就是失敗 我想現在就必須 大家做一個關鍵的時刻 做出一個 或許無奈但是重要的決定 就是權力支持最有可能會贏的人 包括張士剛 包括侯友宜跟趙少康 現在必須做出抉擇 這個抉擇就是 權力集中選票 支持會贏的人 好 我們頻道都沒有聲音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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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接下去 我們市場來找接 那我多講你少講這個聲音 前一陣子已經知道 謝謝